大家好 星期二 財子通成 今日有我的嘉賓Kimi Kimi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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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們看看大市走向 恆指跌186點 大市成交金額 都過千億 昨天港股升勢凌厲 不過隔晚美股其實做差一點 做差一點 不過個別今日 其實有些股份都升得挺厲害 不過交給Kimi 幫我們詳細分析大市走向 再開一個恆指套來看 好像挺樂觀 上回19,300點左右 好像坐穩在19,000點上 還有能力爆上去 不知道Kimi的看法是怎樣 交給你幫我們詳細分析一下 謝謝 好 其實大家現在的位置 只不過是最怕它穿19,000 接著再補回裂口位 去到18,600至18,900這個位置 因為始終昨天大家都看到 大升的狀況比較明顯 裂口高開 但其實我覺得今天港股 那個跌幅已經是沒有上千種那麼多 昨天如果大家有看夜期的話 夜期輸得更慘 就是看到昨天夜期是跌幅差不多三百多點的 甚至最厲害的時候有去到四百多點這些水平的 所以其實今早港股你見到一開波的時候 跌下來很快又買破買上去 可能要十點前都不可以有一個太大的跌幅 所以大家都看到那一下其實是引了很多人去買牛的 所以都比較多人在這個情況之下 追牛曾經一度轉燈 如果轉燈的時候 你又入紅的話都英俊的了 因為其實都已經有二百點的跌幅是吃了下來的 我自己的看法我覺得 現階段你說會跌回到19,000樓下 沒有回裂口位置的可能性不太大 我覺得有機會都是在這些位置 就會去站穩19,000點這些水平 接著再看一個向上的空間 因為始終我今天都看到 就是有一些新的寶寶熊出來了 這些寶寶熊還未去到一個發展成熟的階段 所以我自己覺得最差最差的時候 有機會可能會跌到19,000至19,100 這些水平的時候 草舊這些熊可能又會再灑上去 看到暫時下一個位置19,700這些水平 第二件事其實愛維的狀況方面的話 明顯見到外國美國的股市走勢不是太樂觀的 因為其實昨天都見到 美股又再跌下來 哇 你多久沒見過 放完夾派消息又再跌下來 其實最上一次 我自己覺得其實不是偏向夾派的 因為大家很多的著眼點都會放在 白威爾說了12月就可能會放緩加息 大家就炒這個因素 所以就覺得他隔壁的言論 所以當晚的時候見到美股納市這些 就收市的時候升到4% 但是反而我的著眼點放在它 就是說會將利率可能會調高到5%的 最終利率 我反而是將著眼點放在這裡 但是市場就偏側重於它說剛才的第一個說法 所以爲什麽就炒完那4%好像派完房之後 其實你到現在都沒有一個聲勢 所以如果它那個言論真是隔壁的話 不會到現在美股都是這樣 反而大家其實已經炒了它之前那一輪 CPI美國去到7.7%這個水平的時候 已經炒完這個理好消息了 大家已經是開始將那個眼光 放在美國有機會有一個經濟衰退那方面的問題 甚至接下來的CPI數據是會做成怎樣 這個都是大家會去看著的 因爲其實下一輪美國的CPI數據 下個星期就會公佈的了 那會不會兩個月都做得好呢 因爲其實前居可鑑的 對上那次八月份都是比市場預期做得好 CPI沒有增得那麽厲害 所以八月份的時候 美股是有一波明顯的上漲的 跟著我們見到對上那一次的時候 跌到7.76%的CPI的時候 會不會11月都是維持一個CPI跌幅呢 我暫時就見到 我覺得不會連續兩次都是有一個比較好的 一個CPI的控制通漲 因爲其實你見到工資水平那方面 在美國是沒有一個明顯的改善 所以我自己會看就是有機會 下個星期的CPI的數據 又會有一個反彈那方面的情況 而令到美股的情緒是不太好 而影響到那個港股的 但是港股那個堅韌的程度是大了很多 甚至其實昨晚看到北水是有流走的 但是成交都大 明顯是外資是有進入房間 不過不知道在歐有沒有留意 就是無其不有 昨天大摩出完那份報告 是 港股金就有了 是的 大摩那些魔咒真的不說笑 我也特意溫習了 跟著中金又說叫你買哪一隻 大和又看好看好 哇 昨天就是這三下 真是內地夠內房三支箭 真是大行三支箭 我寧願他不出那份報告不出席 大家炒得這麼開心 大家都在那裡吵吵 突然一出席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水位可能差不多要回調 本來其實我昨天自己都空倉走了 所有盈利和盤 因為始終今天早上10時要悼念 我會很尊重 所以我就不會有任何的股票的炒作 所以我昨天已經把所有盈利的倉位賣了 是 昨天一片歌舞聲評 今天也是看到有資金流入 有個別的股份 頂住 但現在好像不是很頂得住 但我很認同Kimi的看法 就是說 現在港股時低比過去的時間強了很多 起碼不是今天升八百點 明天立刻倒下九百點 都是輕微跌下跌下 還有 大家好像科思型對疫情相對樂觀 當然那些什麼噴鼻式的疫苗 或者反過來 其實已經有新冠的口服藥 可以吃 不過 不是給民間吃 大家會不會對COVID這件事 會叫做 戒心會降低一點 而另外 下年有沒有機會 春運可以開關呢 市傳傳得很樂觀 另外 春運不行 可不可以兩會前後 即是三月左右 可不可以全面開關呢 即是內地方面 這些都是一些比較正向 或者樂觀的一些訊號 即是關於港股方面 但我猜大家重點都 見觀眾朋友都想跟我說一下 我去問問Kimi 昨天有沒有看日本和南韓 有沒有支持一下世界盃 沒有 我沒有時間 但我今早看到已經看到 亞洲隊都落幕了 昨天都在巴西贏了韓國 其實大家都看到 今年巴西贏了 所以昨天都算是大比數 贏了韓國 那亞洲隊我暫時 我自己對球的影視 就是知道我所有都已經是沒有了 已經是韓國和日本的夢都碎了 不過 都是啦 大家的心神可以慢慢聚焦 去港股市場 還有看到昨天大家兼顧到 如果不然市場都不會這麼熱鬧 逐漬逐漬個股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散戶 其實之前舉個例子 700騰訊 可能升到290多元 把之前低位買的貨 都走了 因為大家都覺得 300元的阻力 不是那麼容易 誰不知昨天大舉 上升到314 或者再高一點的水平 但是如果整首貨 都已經走了 或者沒有分段食糊 那什麼位置可以買回 特別是想問 700和9988阿里巴巴 那隻巴巴都很久沒這麼威風 當然阿里巴巴真的不可以賺 你昨天說 91.75元 可不可以站穩 完全是站不穩 給你看 反而700也算交到表現 兩隻都交給Kimi 幫我們分析一下 謝謝 其實如果下一轉 你給我買上的那個波忌股 我應該會把重點放回 這個9988阿里巴巴 他可能會放回美團 暫時 騰訊 我就不會再入住 因為昨天其實 我自己已經走了騰訊的貨 分別就是上星期五的時候 就罵了正股騰訊 那時候的價錢295元 然後也買了一隻騰訊牛 那全部去到昨天的時候 已經是 市營走了 如果有看我的IG應該看到 還有我都入了焦行的牛 還有三八八的牛 還有恆牛 不過恆牛組織了 所以最後賺到底就是焦行牛 昨天空倉過夜 都看到是明確的決定 那騰訊呢 我昨天為何會離開呢 為何這隻正股不會拿著 本來我也有想過拿著這隻正股 但去到尾試 我看到騰訊開始有點弱 比較弱的就是看到它本身 升到316元的時候 已經回到313這些位置 但又沒有資金買入 反而有資金流出 也都看到 昨天都是北水最新的消息 是沽一隻小米和騰訊的 所以我昨天看到它 未試那個走勢的時候 我沽出的做法 我都覺得是正確的 所以我今天都不會特別 真的會買一隻騰訊 或者是下一隻科技股 不會著眼去看它 反而我可能下一隻會看一隻 就是美團 因為其實美團 你昨天看到它的升勢 是沒有完全去到一個很厲害的狀態 昨天雖然見到港股 是升到差不多七百幾點八百幾點 但其實如果美團再拉升多些 有機會去到一千幾點 一千點 但昨天你見到美團 喊喊喊喊 都去到差不多174的水平 是今天才比昨天的高位更厲害 現在反過來市場 大市狀況下跌 你見到今天月高 暫時見到178.9 但昨天大市升的時候 它沒有幫忙去有一個很明顯的賴性 所以其實昨天你見到 你是騰訊已經弱的時候 美團又沒有拉到好到底 那我覺得下一隻 騰訊已經完了它的功勞 那你都見到北水流出的話 那我可能下一隻 我會先看一看 就是美團 甚至就是阿里巴巴 都可能會看一看 因為其實巴巴都是一個關鍵 每一次你看一個市場 沒有一個明顯的賴性 就是看看是否巴巴大頭 將市場有一個賴性 其實昨天巴巴都不算特別 就是昨天都英俊的 我可以說它的走勢比美團更加好 但是大家都見到 如果這個紅火重火區100的話 我覺得未必超到100 但是有機會接近這些為止 我都會放手去搏一搏 如果下一輪搏一些科技股的升幅 至於下一次 譬如大家昨天看到的 就是阿里健康升到八把聲 今早都八把聲 就是52周身高9.6 看到北水 其實昨天都已經再進入阿里健康 其實這三隻升的原因何在呢 就是平安好醫生 6618和阿里健康 暫時看的京東健康還可疑 你按一隻133 今天就已經倒跌走回去 走回八個巴仙 現在衝高過33.9 然後回回八個巴仙 高低波幅 經常接近十幾個巴仙 平安好醫生 我覺得很誇張 反而你剛才說的6618就相對穩陣和平地 理性地升上去 你的看法是怎樣 其實有跡可尋 因為這些線上醫療的股份 為什麼會賴性 就是自從內地開始 不會太嚴格執行這個核酸的政策 大家看到自從上星期 那個疫情記者會三點鐘之後 宣佈廣東省某一些地區 它可以進行一些理性 即是符合條件 可以進行一些居家隔離操資 其實你看到它在走進香港之前那套 即是之前本身 香港人是誰有事 一定要入醫院 入阿博館 入方艙等等 但是就開始走進英國那套 就可以居家隔離操資 因為大範圍開始爆發 所以其實現在香港九千多宗 所有人都 OK 沒有我們今年二三月的時候 那麼緊張的狀態 其實現在內地都是在走進行之前 香港我套路 現在開始被人居家隔離操資 因為你方艙怎麼起發呢 它都追不上有些人感染的速度 你現在大家看到它開始居家隔離操資的話 就會覺得不用進醫院去做一個明確的醫療 就會依賴線上的一些醫療 去做一些諮詢服務 所以為什麼會看到一些天上醫療的板塊 三大板塊有一個明顯的拉升 就是這樣的情況 同一時間大家看到一些疫苗相關股份 股價持續跌下來 康熙落 其實你看到大賣不斷大升的時候 就是6185 反轉為何是向下方走呢 因為已經居家隔離操資 大家都已經是 被你內地是物許式 現在被利仲礁按做一個抗體的時候 打針已經不是一個必要 除非它真的有好再規定 但其實現在在香港的時候 都沒有說疫苗偷痕症硬性要第四針 很多人都說中完之後 你都已經是當了一針的免疫抗體 所以為什麼相對一些疫苗相關的股份 會有一個明顯的回落 就是這種趨勢而去行 所以為什麼就是6185 生業草才跌得多 跌十幾% 都蠻誇張 所以暫時我覺得這一類股份 你說撈底都不要撈住 因為整個大勢所趨 都是在行居家隔離措施 都是反過來看線上醫療為主 所以為什麼昨天北水再撈 就是壓力健康 是 都看完6160 即是白制神咒 這隻就相對靠譜一點 今天都要跌7.5% 所以如果有課的公眾朋友 看看會不會先關掉護膚 因為其實都升得很帥 如果有些觀眾朋友 說九十多元 一百元有貨 這些都是安全之選 看看會不會先獲利 獲利離場 觀眾朋友問 9618會不會比9988好 按下9618來看 今天就要跌3.6% 不過很成功做到原底抽勝 其實說真的 9618是令我覺得 真是很厲害很厲害的一隻股份 還追不追得到 現在233會不會太高 會不會多跌幾格 再買入會好些呢 Kimi 如果這隻9618的話 我自己覺得 你真是看完整個上升周期的話 我都覺得會去到19700這些位置 可能你真是看到247元這個水平 對 247元這個水平 至於比9988哪一個好些呢 我可能都會偏向簡直9988為主 因為其實你更換 如果真是現在整個港股 你要炒它的精細 真是炒消息的 北水入多少 不管時間 不會令到那個港股 是有一個明顯的精細 反而是下一輪 你要想炒什麼消息 其實炒得最興奮合 就是隔離放寬 現在可以做居家隔離措施 那乘搭交通工具 深圳上海這些 已經不需要做核酸 如果再下一次 有些什麼令到港股升 我會放在科技股上 可能我就會想一下 螞蟻金服 是不是真的可以的 螞蟻金服 你見到馬雲現在都在東京 還有今天哀悼 好像都沒有一些新聞 去更新他有沒有悼念 沒理由不回來祖國的懷抱 悼念 對 而且不謀異同 不知道為什麼 那一陣子出現馬雲的消息 沒有多久出現家人的消息 對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可能不知道是否有些鋪牌 但是我覺得下一陣子 應該是一些科技股 因為其實未有一些科技股 大型消息出現 只不過是炒一些隔離組織 所以這幾排的大升 都是因為一些消費股的板塊 首先起飛先 餐飲股最明顯 有一個比較大一點的拉升 跟著的脂肪 汽車股 這一類消費大的拉升為主 科技股其實 還沒有一個新聞消息 將它炒回上 所以我會想回到 剛才那些因素 還有去到年底 究竟中概股會不會脫牌呢 不知道現在會計算計的問題 由9月份炒到現在 都是好像沒有消息那樣 當然沒有消息就是一個最好的消息 我們很多人都會這樣想 所以這些都可能是下一個 令到我們會看回股份的升勢 或者是它會不會再有一個 令到市況是有一個機會 的支撐面再向上 因為我覺得如果真的 再炒一個隔離的措施狀況的話 其實暫時你都不會看到 因為你剛剛在做一個 再教育的情況 突然現在一月的時候 今年一月 就是下年就做少少新年 一月 難道一月馬上說放開嗎 我又覺得太快了 是不是 一個月的時間 因為它重要的可能 要有些時間 給內地的人自己種了 有抗體 到真的可以放回香港和內地 一定再多內地人種了 它又有一個 補充 現在就是看看居家隔離措施 那些人做成怎樣 所以你現在看到 內地其實很多文章都說 中原都不可怕 甚至今天都有個 醫療專家內地的 就是說 其實現在做Omicron 重症沒有流感那麼嚴重 其實是做了很多這些 心理建設 心理建設 對 所以我覺得這些心理建設 你一個月的時間做不到 就是你看看我們香港的時候 2、3月 Omicron 最厲害的時候 大家都是去到6月的時候 起碼兩個月的時間 甚至去到8月 最明顯 其實8月都是那時候高峰期 但是大家開始去到那個時期的時候 已經是 噢 已經沒有東西了 都已經覺得 每天都幾千宗 現在都9千宗 那又行 你看到都已經 大家沒有一個去到很緊張的狀況 反而大家在檢查 飛去哪裏呢 聖誕節去哪裏玩 所以我覺得內地 下一步的Jag upon令到港府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一個因素 反而是等著有沒有這些新聞出來 真是希望快點放寬 我猜香港的經濟都真的有少許需要 我都覺得 真的有少許需要 真的都聞到沒有 大家現在開始感覺到 喂 市場好一點點 就是港股好一點點 那有沒有機會帶樓走 這個也是 其實過去一兩年大家最憂慮 就是中原會好回來的 大家都知道 但是究竟經濟或者樓市 什麼時候好回來呢 很多人都比較關心 好了 講一下剛才Kimi說的餐飲股 法國520跟你聊一下 那就要跌了 跌5.5% 不過 不過 520 是不是跌到跌幾格 又再扯上去呢 就是圖表形態 幾好看的 其實 你如果肯慢慢收集 看回日線圖 8月中 一邊買520 一邊買520 都幾誇張 那個勝負 Kimi交給你講一下這一隻 好嗎 麻煩 520 大家都看到 其實它是比於這麼多隻 的餐飲股裡面最便宜的 無論是一手的入場塊裡面 其實現在你如果見它的股價走勢 方面都已經回到 接近2021年6月那個位置 所以如果低位3元這些位置 罵了的話 現在都已經有差不多4元的征服 都幾和味 520其實我覺得 挺喜歡它的品牌 因為為什麼呢 譬如我們在香港 大家可以見到 譬如香港某一些 新世界旗下高級的 購物品牌 譬如 或者你見到其他一些高級小小的場所 你都會見到其他品牌 臭臭火鍋 我覺得它那個品牌的營運程度 會好過海底撈 海底撈我以前記得 好像在尖沙咀喝酒那條街 不知道下面跟頂王一起有海底撈 我不知道你還在哪裏 對 不知道現在還在哪裏 但是這間海底撈 其實我覺得不像520做得這麼高級 如果你是想去吃火鍋的時候 你可能會想頂王 或者其他人 你未必會先想海底撈 會先想醜醜火鍋 或者小魚我自己都很喜歡吃 好像九個格那個 魚味曉魚 虧接上的中國 你問我現在520真的 再去收集 我覺得都值得收集 可以看到去到7元這些水平 再收集 但是最安全一定是等它穿20天線 4.6 不是4.6 對不起 等6.7 穿20天線這個水平收集最好 因為你見到昨天 它那個資金的成交都大 但是今天的樓外的成交量 沒有昨天那麼大 證明還有資金停留 所以我覺得那個聲勢還未完結 但是那些啤酒的股份 或者海倫斯那些 我覺得要小心一點 啤酒股份也好一點 海倫斯那些 就可能要小心一點 因為其實內地醫間暫時 即使是傍寬的話 它核酸的檢疫 在一些酒吧那裡是沒有傍寬的 所以為什麼呢 因為你會看到一些 餐飲類的板塊 它們那個的聲勢會好過 譬如海倫斯969 969也是一個聲勢 但是你看到那個聲勢 那方面是沒有662 那些是那麼誇張 就是現在入酒吧 在內地方面 都是要做核酸方面的檢查 所以我就覺得 這一點大家就要留意 那個聲勢那方面 可能就不及一些 一些產品股那麼好 那520可以留意我剛才說的那個位置 就可以盡量一個密集的收集 甚至我覺得海底撈 雖然我覺得那個品牌 那方面 沒有520做得那麼好 但是海底撈始終在內地 那個的發色期是比較久一點 還有它那個品牌比較多一點 所以我覺得都可以留意 但是我會建議 可能入的時候 入證股為主 明白 那麼說一隻9922 剛好撈出來 哇三個頂 這隻就不要碰了 是不是 Kimi 其實是 因為這隻狗毛狗 之前的行政有點混亂 大家記不記得 上次大跌的時候 無緣無故插手去做一些內房的事 是啊 你本身公司 你是不是有錢就心癢 那時候可以說 我要賺他的公司做得好 因為其實在那個 疫情最差的時期的時候 海底撈和520 他們的業績不斷虧損 但是孫蔡雨9922 可以維持到業績一直都有個增長 所以大家看到 在2022年的4月至8月 它的股價都是有一個上升的趨勢 但是對上一次大拆 大家看回10月份的時候 無緣無故公佈說 收購是否擠櫃園 還是不知哪一個內房的業務 那一刻你見到市場表現多差 立刻拆下來 幸好公司立刻懸崖 取消了這件事 幸好 其實大家都知道內房千瘡百孔 還有九毛九的法績 都是在廣州、深圳 即是在廣東省 可以這樣說 那你又搞 你本身廣東省的房企 全部都嵌落了 有好幾隻都未回復牌 老老實實 這樣都難搞 所以現在正頭正路 股價都做得好些 不過反過來 你要看一件事 那三個頂 真的不是跟你說玩笑 所以大家要追 剛才Kimi也說了那兩隻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反而暫時不要看一隻九毛九二二字 不如先休息一下 觀眾朋友也有很多問題 回頭回答一下 觀眾朋友有些175 2382 還有些2899 什麼位置入好 不如這樣 讓我和Kimi喝口水 回頭回來繼續財智空勝 好厲害 熟苦的朋友仔 來到兔年了 在這裡就認真恭喜你 因為今年也終於脫離 不反太歲的影響 去年 本命年來講 相信你也在不同的方面 例如感情 住屋 事業 工作方面 可能會有一個變動 假設如果你去年 又做起事充起的話 恭喜你 今年的運程 也相當理想 相反 你說我去年 又沒有工作 又沒有天敵 又沒有創業 又沒有買樓的話 今年的犯太歲的問題 就會延續到春季 大概三四月左右 可能是非 少因問題 也比較嚴重 不過也不需要太過擔心 因為今年也是你們的貴隱年 說到貴隱年 顧名思義 也代表著有貴隱相助的意思 所以熟苦的朋友仔 今年在工作方面 就像如虎兼日一樣 凡事也有很多貴隱幫忙 質疏方面 也看到金雨聲 金雨聲也代表著 古時後一些 貴隱人出秦的那一輛車 所以今年也代表著 財運方面 很明顯會有提升 所以熟苦的朋友仔 今年在財運方面 也認真理想 但是 我們也不可以忽視空聲的力量 空聲方面 就叫做病符空聲 病符空聲 就是一顆 跟疾病有關的聲 雖然這一顆聲 影響力不算很大 但熟苦的朋友仔 也要格外注意一下 你的身體健康 建議你 也可以在苦年的年尾 去醫院做一次 詳細的身體檢查 看清楚 檢查清楚 有沒有一些身體的疾病 自然可以安心又放心 同一時間 也看到有 亡神空聲 亡神空聲 就代表著 熟苦的朋友仔 很容易戴頭蝦 容易忘記東西 或者容易不見東西 所以熟苦的朋友仔 假設你想在兔聯去旅行 出去玩的話 記得記得 一定買好旅遊保險 就可以以防萬一 同一時間 也看到空聲方面 就是蜜月星 蜜月星 也代表著 需要出現新的環境 有機會 可能因為上年飯碳水的緣故 今年可能是一個新的住屋 新的伴侶 甚至乎新的工作 整體來說 熟苦的朋友仔 今年的運程 亦比去年進步不少 特別在財運方面 也相當理想 就是這樣 UpTV的觀眾朋友 你們好 我是Hilton 今天我來到西鎮廣場 究竟西鎮廣場在哪個位置呢 就是西鎮廣場一樓 就是Show Art Hub & Gallery 因為這裏有NARS 20周年 推出了一個NFT的項目 關於Power Icon NFT 在這裏 平時聽到NFT就很多 但原來NFT已經進鎮了一個美裝品牌 究竟是怎樣的樣子呢 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場內設有多間NFT互動體驗室和藝術走廊 一共展出了36幅特別版 NARS Power Icon NFT 特別版設計 遊合了充滿香港文化元素的港味偽紅 配上獨得的形象標語設計 透過前衛大膽的Power Icon NFT頭像設計 充分令到品牌裏面展現眼前 到場參觀的人士還可以即場登記 免費兌換標準版 在Twitter來了新老闆Elon Musk之後 有一半的員工都被消失 最嚴重的是Twitter內的印度員工 由二百多人變了十幾天 知情人士透露 被裁員的印度員工主要是負責全球的賊 繼續回來才智雄勝 今天的嘉賓有湯麗雄Kimi Kimi過往那兩天都在IG上貼文賺錢 很開心 招行是成名歷作 也要跌回3% 這隻招行 賺錢當然開心 但是與此同時就看看 下一次升浪什麼時候 又是一起賺 大家可以在秒頭那裏追蹤Kimi 可以知道更多炒股的資訊 或是投資的心得 回答一下觀眾朋友的問題 先說一下 二三八二 在一百元的位置垂死掙扎 不知道如果真的衝不到 或者浪費下去 有沒有機會開啟紅仔 信譽光學 暫時如果看走勢方面 我自己看到市場到19,000至19,000日 不會到下面補列口位 所以如果你現在這段時期 開啟紅仔 去到19,000至19,000日 頂龍可能還有最盡 19,000至200點的跌幅 可能你吃到99元這個位置 你就要吃完你的紅仔 那我就預計 信譽光學又會再繼續上升 那我寧願會建議你等 那個市去到我剛剛所說的指數 就再反過來 繼續去召喚信譽光學科技 我覺得 因為如果那個上 你等它回到那個位置 或者你現在分階段 去貪博成本去游 或者是你不貪博成本 你正股的 那你等到我剛剛說的 次數的位置 去買回房子 現階段的時候 正後再買回去 我覺得那個回報會比較好 轉個角度 說一下車股 觀眾朋友就問175 什麼位可以入得 和上網多少 今天挺穩陣的 即吉利 昨天升大 又是升得不多 反而今天有1.8%的升幅 創了一月高 12.9元 吉利會不會走到大元底秋星 你會覺得 也有機會 如果吉利基本上 今天不穿 11.9元 也挺穩陣的 有機會 也會繼續有一個大元底秋星 向上的格局 所以如果你現在是入了 我都會看 11.9元 這個心理關口的位置 如果沒有穿的話 也可以向上 不過就一定沒有之前的三鎖爆得那麼厲害 三鎖 你看到小鵬就報復式這樣爆 但最搞笑的是 其實它的業績是做得很差的 但是它也是這樣爆 因為股值太便宜了 之前有140元 一直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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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2.9%上的位置 小朋友有得獲利 其實昨天一定是徒生們 你想想 今天跌回6.5% 成交還要縮 其實小朋友一約 約到一個點是大家不要緊 反而反過來 三天之後出業職的2015 理想可能會有機會理想跌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看 還是三傻都不要碰 為了小朋友理想 反而就擁抱175 兩全三 長城汽車那些 細頭會好一點嗎 你覺得 如果是這幾隻 你給我擁抱它的話 我應該會擁抱比亞迪 我會覺得它會去到204元 最少這個位置 但我不會沽比亞迪 比亞迪也很大 去到某一些位置 例如204的位置 股額很明顯出現 真的碰到204元 我會到頭開紅 我也覺得是這樣 Kimi 繼續說多些 我同意你這樣說 我會覺得去到204這個位置 我才會考慮去開紅 因為其實昨天如果它真的 最大的那個升幅的話 就去到201未到位 所以我覺得暫時 如果它跌下來 你開它Call 或者買它牛的話 上到204 或者最盡拿到的位 206 都可以考慮 就是再去 回頭 但是那個% 大約 都會繼續向上 在下一個位置 我覺得會去到 接近 226元 是的 226元 那如果三傻裡面 那選哪隻好呢 那連9868都已經 其實升了這麼多的話 那都可以去看看 就是 你上汽車 你上汽車都可以看一下 不過它三天之後 都公佈業績 不過現在如果市房好的話 你看到小朋友 那三季度的業績 都是虧損擴大 但是市場有理沒有理 都是繼續這樣炒 它還要是三傻炒得最高的 所以其實現在市底那方面 都會是比較尊重去看 買一些便宜的中概股 而且它現在COVID-19 那方面 開始內地有意識 放寬了去做一些 核酸的檢測的話 那就是證明 終於不用運在家 那些工廠就可以上班了 一可以上班的時候 那個汽車的營運就會去回 大家都看到 昨天PASLA都澄清 他們上海的工廠 是沒有暫停 或者是沒有減少 他們的生產速度的 所以其實你現在再開放COVID-19 那個政策的話 就會令到那個工廠 它們的復工率 那方面會快了很多 當然有一個影響 就是始終它封城封得太久了 所以其實譬如蘋果 已經將它們的訂單 已經慢慢轉移了去印度 或者是亞洲其他一些國家 所以今年都有機會 很多的一些工廠類 譬如我們看汽車的板塊 或者是手機零件 相關的板塊 會提早收路 因為一般其實 下年一月的時候 已經新年 大家 今年未必就地過年 如果在內地的話 我覺得未必會就地過年 上年就好像記得 是就地過年的 比較容易 還是比較寬鬆 感染的 但如果我覺得是 再教育給內地的人 自己 大範圍內去感染 就可能不會強迫 你要就地過年 有機會大家提早 12月就已經是收路 你收路那一刻的時候 就有機會 所有的消費板塊 去到這些位置的時候 就會化為食物 所以我覺得還可以去看 例如1211 剛剛說過的位置 或者是第2015里最汽車 我真的可以試試想想 因為我也覺得 說真的 你春運已經有兩三年 被人回老家 真的可能你生了兒子 有兩三年都沒有一件 實在是很可憐 還有你有時候 又要探望長者 長者的身體 都是一年一年看的 所以我猜 理性和人性化 都需要兼顧 所以我挺印象的 譬如 現在回顧一下 上星期左右 中國內地各處都有示威活動 都算是點點開花 我可以這樣形容 比我想像中 其實官方媒體 以至內地政府 那個說法 口徑都很溫和 而且相對 比較好看複 很看複的情況 這個很驚訝 我覺得這個舉措 也幫助了大市的氣氛 以至資金 就融洋走進去 可能好像Kimi 剛才所說 一定是一步一步放鬆 看看什麼時候 會不會一天之後 可以鬆開 或是循序漸進 這樣鬆開 我也覺得有這樣的展望 或者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內需都可以看一看 想一想 不過除了內需股 其實Kimi 過去那個星期 那些2013 909 其實都幾誇張 那些叫做沙士類股份 譬如今天也是 909都是創越高的 7.69 當然現在要倒跌 跌下去 2013又怎麼看 走法都有點像 不過2013就好像 都形成一個上升形態 都幾好 沙士類股份 在今年年尾 以至下年年頭 還可不可以 部署一下呢 如果 整手蟹貨的話 去到這些位置 是不是應該混一混 當然 你應該會 2元的時候 你不敢混合 2013 我相信 但上面蟹貨 重重是30元多 扔下來 很多人輸得很誇張 不如又 講解一下這些 尺寸類股份的 混合貨攻略 好嗎 Kimi 好啊 如果這麼多隻的話 我會 放眼去看 909 是不是 2013 但是始終內地 你看到現在 放寬了一些 融資的政策 在內放 所以其實909 這隻沙士類股份 大家都看到 它是有一個明顯的升幅 但是909 你看到那個升幅 好像沒有 2013 就是做那個 N型的大升 形態是做得很好的 所以我對於909 那方面 都會有少許保留 特別看到它 就是前4至5個交易日 那個跌下來的幅度 而估出貨的量 都是比較多些 所以我寧願 如果買沙士類股份 我會博借2013 多一個明顯雲 909 如果買明顯雲 我寧願買一些 物業管理股 寧願買一些 物業管理股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 你喜歡哪一隻 如果物業管理股 浴費永昇 還是華雲萬獎 其實如果你問我 我還是喜歡609 我喜歡609 但是如果華雲萬獎 是什麼號碼 我都忘記了 107 好像是 真的很久 很久 很久沒有看物業管理股 所以好像11至9 忘記了 109就是華雲至地 轉個頭幫大家找 對 但是我會看物業管理股為主 嗯 因為都見到 有些聲勢 還有這些下游 通常過年之前 都可以做一條 漂亮一點的數 比較貼地 因為經濟差 都要繼續收管理費 錢一定可以回到本 理論上是這樣 觀眾朋友問 1、2、3 對 講開房地產的板塊 看一隻月秀地產 今天升4.1% 它不是出上影線的 暫時 都是揚足的 有沒有機會再 上升高一點的水平 你覺得一隻月秀地產 可不可以期待一下 有啊 可以期待 我記得到10.3% 但如果買入那個位置 我應該會 在底下等它回到9.4% 才進去 因為其實月秀的 升幅 和波幅性都很大 你看到 我會等它回到9.4% 這些位置 再進去 等到它剛才的 價位去沽出 一般都會看 去到 陪地上那次的高位 9月15日 10.4% 這些都是一個阻力位 可以看看 觀眾朋友再問 3968 什麼位置 可能見Kimi 賺得這麼高興 都想進去看看 招商銀行 但它已經完成了 整個升浪了 老實實 回到之前的華行物集區 就是40元 樓上 磨了一個月 兩個月 兩個月左右 接著 那幾棍 就是7月的時候 跌下來 好像 你要補回那兩棍 裂口 好像有點難度 不過 招商銀行 就會比 譬如 939 或者有儲行 那些 好跌 因為基本面 Fundamental 就是跟你說的一樣 就是 這個油柱巷 又要幫碧桂園 是不是 那你不知道 什麼時候 可能油柱巷 又要再多一間內訪 那你現在個個都是這樣 那些內訪 不行它 但是招商 都有 都要負責 但是好像 沒有那麼任重道遠 因為它始終 商業元素 多一點點 Kimi 交給你去講一下 3968 我覺得 都可以看它 如果穿回四十元 這些位置 就再入 因為其實它那個 上升軌道 是進入了之後 還沒升完的 我覺得可以都提到 差不多幾乎 四十元這些位置 那你猶豫 如果穿回四十元 樓下這些時候 就證股拿著 因為我買的時候 是牛 所以其實昨天 已經 我有30%的回報 我已經走了 是的 走了 因為始終你健身工具 這些 你不從證股 證股你想怎樣坐都可以 不過政府就是最令人 輸得最多錢 我覺得 因為你錯了一下 跌了你就覺得 不要緊要 再多幾天 誰知越來越高 所以玩自身工具 有個好處 就是你會提起你自己的 時間值 當然我昨天買那隻 到期日是去到夏年 但我看到 30%的升幅差不多 對不對 所以我昨天就先直了 我都會再撐住 看看會不會穿回四十元的錢 然後買回指銷政府 嗯 大家都可以看看 轉個角度 說到2899 紫金礦業 今天還未跌0.7% 觀眾朋友問 現價入好不好 現價入 我會建議等下個星期 住鐵線 因為為什麼 其實最近金礦業的走勢 就會上升 是因為大家看到 對上次鮑威爾說話 比較夾派一點 所以金礦短期 那時升到每盒 1800美元這些水平 最近就稍微回落 所以大家看到 其實現在美元指數 是有個上升 不過上升的程度 已經沒有回到 我們當時所說 去到110樓上這些水平 如果暫時期間 都是105.38 都是比較偏弱的走勢 但是下個星期會出一個CPI 我剛才也有跟歐講 我覺得有機會 是沒有預期做得這麼好的 所以有可能 有一個短線的 就是再CPI 彈上去 和8月那個情況 就是落完之後 再彈上去的情況一樣 跟著那些美聯儲官員 又會彈出來 說一些鷹派的言論 可能美股又會 DXY即是美元指數 再攀升的時候 金價到時就會跌下來 所以我會建議 去到那時那個位置 極有可能 就是299指金 已經補回裂口高開位置 就是11月30日至12月1日 那個裂口高開位置 去到10.3樓下的位置 補回裂口位才再上 所以我不會建議你今天去進 等到下個星期是CPI 明白 讓你再參考 再看100元 觀眾朋友如果喜歡這類金股的話 另一位觀眾問 2197 配股是否要先散一散水線 這隻三葉草 我不敢說炒完 不過其實也挺狡猾 老實說 我知道很多觀眾朋友贏錢 有很多我們的財金朋友都說 有時候都會推薦三葉草 我也明白的 因為那個波幅夠大 有錢賺 以%去計算 不過他又沒有盈利基礎 第二個就是 他現在還要配股 那些股民會否確認 接下來有沒有後續的故事 Kimi 你怎麼看 我自己覺得 還是會有一個後續的故事 是的 還有其實你現在看到整個走勢那方面的話 其實他都是有一點點向下那方面的走勢 他其實跟康希朗好像都差不多 又是我說大使聲音的時候 反而他根都不根性 反而一去到開放了 有一點點在那個隔離的草資 或者在那個居家隔離的方面 開始走到這一步的時候 這些疫苗類的股份就跌了下來 所以連這個三葉草生物 因為其實三葉草生物 它自己有多款的新冠疫苗 是被淋入緊急費用的 但是如果大家真的追到隔離的話 你在家不會再打疫苗 你已經中了 所以反而我覺得 會看一些藥品類的版塊 即是線上醫療 我們會看 或者會不會看一些 傳統的藥品類的版塊 所以我講的可能石藥 這一類買回傳統的藥品的版塊 我會去看這些為主 你見今天1099國藥都創越高 而且沒有跌下來 你今天留意一下 很多隻股份都有衝高 但很多隻股份都倒跌 但是你留意一下 有些升了上去都沒有倒跌 那些可能還可以挑戰一下高位 包括剛好久沒有按 藥股真的走得很慢 如果你玩藥股 要玩到1099都很悶 不過2197那些風險高一點 自己去衡量一下 觀眾朋友再問一下 那隻莎莎178 現在追換會不會太遲 突破了 突破了 但我未必會選這隻莎莎 我可能會選這隻1929 因為莎莎就比較注重一個市場 就是通關 就是比較在香港市場為主 但周大福之前大跌陰燭下來的那一刻 就是因為它在內地的 PoS比較多 但就是因為它內地的銅電銷售得差 不斷封城 所以令到它的股價跌下來 所以其實內地現在是核酸方面放寬 如果讓更多人出街上消費的話 它又有內地的效應 然後再通關的時候 又有香港的效應 那一刻就雙倍衡量 我會選一隻周大福為主 想購入10元的水平 但要留意周大福兩天後除淨 所以你可以等到它除淨之後再買都可以 但如果你給我 我會選兩隻概念 Win win double win的股份 我會選周大福 嗯 是的 除淨之後買都可以 因為都是三哩式 又不差一點 你說小弟喜歡三九八東方標行 就說十幾哩式 這隻小弟持貨 先離身了 因為它十月尾都差不多有除淨 除淨就送一份除淨禮物給你過年 一月十二號的派息 加上周適露也十六 大家收集一下 除淨之前好就好 因為它又是跌很多 因為你的基數效應的緣故 它派息派那麼多 那就是一個原因 好 觀眾朋友問1093為何跌那麼多 就是一隻石藥集團 創越低 是的 這些跌了不要罵 不要罵 我現在先看看 因為我最初都覺得可以買一些傳統的 如果你居家旁邊買一些傳統的藥為主 知道 第一件事 北水不斷減創 是的 不斷減創 是新冠疫苗 現在我們不需要疫苗 像你剛才這樣說 是的 沒有選擇它 我真的以為它最初是 穩穩陣陣 只是做一些藥 抗生素 藥維生素C 這一類 原來它都拆了腳去做mRNA 這一類的疫苗 難怪的 最主要就是現在有做mRNA這一種疫苗的藥 還有在11月30日才出現消息 希望可以獲得批准 你現在批准也沒有人打 嗯 是 難怪的 合了這麼多一種三葉草 還有一種草莢 還有一種草莢 插進去 本身大陸都不是全民疫苗的 其實所以 所以 是 它的長者的疫苗的接種率也是低的 是的 除了長者之外 其實很多無事無事 或者有些懷孕 或者有準備懷孕的婦女 其實不需要打疫苗 是的 因為它只要跟有關方面說 我接下來計劃懷孕 接著就不需要打 這樣 所以 這些都是令到 我們經常在想 14億人 13億人 你每個都打一支疫苗 你就發達了 是不是 但是 其實事情 就不是這樣走向 觀眾可以多謝Kimi 去講 講1093.1跌這麼多 哦 不用客氣 反而我見到15500 東陽光藥 就升得非常好 哦 它連走勢圖都受得非常好 而且它的成交都挺大 可以留意一下 可以看一看 是的 它真的做傳統那方面的藥 不過它最主要是做一些 血管藥為主 但就不太碰到一些 疫苗相關的東西 我覺得 還有走勢方面都不錯 可以留意一下 嗯 也是傳統的 穩陣一點 譬如我剛才也打過一次1099 今天都創意高19.44元 我覺得這隻都真的 是的 原來它有一隻抗病毒的藥 是做流感的 是的 是的 那可能有關事 還有國藥的 有個國字 你知道什麼了 是不是 是的 它有一隻藥叫做 鹽酸西體理巡藍色毒 是專門醫一些雙風的 是的 是的 所以為何需求就多了 現在旁邊就有一個明顯的股價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是的 大家可以保存一下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我的嘉賓湯鴻 Kimi 下星期二再跟你聊天 謝謝你 Kimi 拜拜